等一下 这个温竹怎么化成这个死样子了 你活该 这个温竹有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秘密 就是它尘速水分的速度非常的慢 可能比普通的话慢十倍 所以如果浇水不及时的话 它就很容易因为缺水而黄液 更何况现在是夏天 增弹作用非常的快 那就更容易因为缺水而黄液了 如果你的这个温竹因为缺水而黄液了 除了第一时间给它浇水以外 还要及时把这种枯黄的叶子给它剪掉 因为这种叶子它是不可能再滤回来了 剪掉的话更利于它长这个新枝叶 以后记得要及时浇水哦 这样这个温竹才容易脂肪叶茂 你在养蚊子的过程中 还遇到过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是李秋 我是李夏 关注我们 带你远离养花的坑